印度前50繁忙机场至少一半超出最佳运输容量 印度前50个最繁忙的机场 至少有一半机场超出最佳运输容量 且所有机场将在2018到2019财政年度达到最佳容量 印度政府拟投资一兆卢比 约新台币4404亿元增加机场容量 印度航空市场成长快速 根据印度民航部资料 印度航空市场过去出现惊人成长 每年成长率在18%到20%之间 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航空市场 印度斯坦时报 Pindustan Times 今天引述印度民航部资料显示 印度前50大最繁忙机场至少有25个机场 已超出最佳运输容量 包括孟买 海德拉巴 班加罗尔 阿莫达巴德 阿玛达巴德 和普恩 帕 都以宝盒 德里 加尔各达 清奈 果阿 哥 勒克闹 勒克闹 等印度重要航空枢纽都将在今年底达到宝盒 专家指出 上述资料显示机场整体容量 但在尖峰时段 上述机场都已经超出最佳运输容量 导致登机柜台大牌长龙 航班延误 且出现飞安风险 印度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 The Cabinet Committee on Economic Affairs 日前批准 印度机场管理局扩建清奈和勒克闹机场等 印度民航部次长新哈 Jayang Sinha 已宣布 将投资一兆炉比以扩充印度机场运输容量 等一会儿